今儿个剿匪 明儿个剿匪 黑心刁命搅着 把我们钱搅到他兜里面 就是不捐钱 什么时候是不老子 这和我们血呀 特别黑心刁都很 他这是无底洞 根本就填不完 大家静一下 静一下 静一下 听我把话说完 一会儿郭团长来了 你们千万不要发牢骚 咱们不能把钱给人家 又让人家不高兴 是不是 再忍一忍 最后捐一次回 再捐一次回 什么时候是个头啊 老师最后 再捐一次 郭团长 郭团长 大军 咱们 咱们 大哥 我听兄弟说 你没让人冻的酒红呢 留给谁啊 来来来 咱们这伙人里头 除了你还有别人吗 大哥 你真体贴兄弟的心思啊 那我就去享受去了啊 回来 大哥 还有啥吩咐呢 享受完了就把它灭了 为啥呢 彭飞回来了你不知道 这跟彭飞有啥关系呢 你那是脑袋呀 你还是葫芦瓢啊 这个彭飞在娜姐班待了一年多 你说她跟那个酒红能没有感情吗 她又是知道酒红压在咱们这儿 你又给享受了 彭飞不得跟我拼命啊 大哥 这酒红姑娘给灭了是不是太可怕了 太可惜了 没商量啊 你要是不想干 我就让别人干的 我愿意 我愿意行不行 那我就去了啊 送历史点啊 知道了 这怎么都不说话呀 刚才我没来的时候听你们这里头说的挺欢的呀 有没有喘气喘气给我放个屁 eh 骂了个疤他啊 我脚飞 脚awl 还把你 你们得 得嘴了 你们恨我 你们恨我之米啊 好 都在这儿给我拗着啊 给我拗着 我让这黑灵 下 烧这们房子敲这们钱 敲这们女人 把这们女人拉上山 挨个儿吹 我还不管了这 我还这 郭团长 别走啊 萧萧劝 你看我们大伙 见了你们当兵的 这心里紧张啊 你得容大伙个时间呢 你让他们好好想一想 紧张什么呀紧紧紧紧 我又不是黑金雕 我又不会抢你们钱 上你们房子 睡睡你们女人 紧紧张什么呀 这紧紧张 是啊 你们紧张什么呀 这郭团长啊 你看他长得 我看非常贫义寄人 那跟咱们处的 不像兄弟一样吗 有什么话不可以说呀 带兵打仗不容易 没钱是肯定不行的 那上面发的良详又不够 那怎么办呢 我想大家看的 肯定不会无动于衷的 该怎么办 你们好好想想 你得给郭团长一个交代啊 是不是郭团长 来来来 请坐请坐请坐 来来来 说说说说 要不 我先说说 好 说说说说 你不认识 你先说说 既然有什么事情 你是你肯定的 那一天 他肯定是 你肯定是 他肯定是 你肯定是 你肯定的 他肯定是 你肯定是 你肯定是 哪家没遭过殃呢 是不是 是啊 也就是郭团长来了以后啊 这黑心雕才有所收敛 这次郭团长要带兵去剿灭匪患 咱们御龙镇的人啊 就该有钱出钱 有力出力啊 只有铲除了黑心雕 才能保四方平安 咱们老百姓 才能有个安稳的日子呀 是不是 我呢 家财虽薄 愿青囊相助 我捐五百块 好 好啊 好啊 拿班主 你真是通事里名大义啊 佩服 佩服 应当的 应当的 但是拿班主跟在座的诸位相比 并非是副驾之人 但是今天就让他康慨解囊 捐出大阳五百来 师叔是楷模呀 写 拿班主捐大阳五百 拿班主捐大阳五百块 好 好 拿班主捐大阳五百块 我捐一千块 我捐一千块 先高人福高东家捐大阳一千 高东家捐大阳一千 我 我捐二百 三百 三 五百千大阳五百 童少国都捐五百了 童少国都捐五百了 你们都给我看着办啊 郭团长 姐 童少国童老板捐大阳五百 童少国童老板捐大阳五百 好 来来来来 捐捐 捐一千 来来 我捐大阳 八百 好 小妞儿啊 妞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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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着你了 走吧 跟我走吧 走 干什么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放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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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妹子 坐着 怕啥呀 你干什么 干什么 能干什么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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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谁还谁 在这儿只有爷我能救你 知道我 我求求你 求求你放了我吧 放你 放你可以啊 只要你顺顺当当地让爷享受 爷就放了你 我求求你 求你 求你 求求你把我放了好不好 你要是把我放了 我一定报答你的大文大德 我这辈子报不了 我下辈子一定报答 下辈子 谁又下辈子 你要报答我就这辈子报答 我不相信什么下辈子 爷说话算数 只要你顺顺当当让我享受了 我就放了你 怎么样 你这个畜生 说对了 我就是畜生 不是畜生谁来当畜生 行了别磨牙了 救命啊 让你们各个伤我全 让你们不要 求你 救命啊 求命啊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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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伤了 ㅋ 你会说得什么 啥情况啊 那你不知道 这两人為了解决定兄们的那个事 把从上下辆来的父女 都拐她 to this 跟我弟兄们玩乐 这叫什么事啊 这不畜生吗 这是大当家弄的 你说谁能管得了啊 这事发生在我眼皮子底下 我不管 我还受不了 放开 放开我 放开 放开我 放开我 畜生 放开我 快点 什么事啊 你进去让叼大爪子放了你 叼大爪子是三当家的 连大当家的都让他几分 我的话他能听吗 传我的口令 你的口令他也不能听 那怎么办 要不这样 你直接进去制止他 也许他能给你面子 不没法进去 你怎么没法进去 里边那个是我那家班的师姐 他爹娘是我爹傻的 我爹恨得要死 我进去的话 他不恨死我了 我爹娘 还不了了 你这个畜生 救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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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你他们要干什么 滚 你给我开花 你给我开花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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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 Vamp 你小子 放开我 我伤心 我像他 我成功 我先把我儿子 放开我 我 也说 这孙儿子 很香 不然我 有事 我 我只知道他是大当家的仇人 有啥事 你跟大当家的事说去 我可以去找我爹 但在我回来之前你不能碰他 你碰他的话呢 我对你不客气 小子行啊 长成了是吧 跟我叫板呢 三当家的 我哪敢跟你叫板呢 咱这么着 咱一起去找大当家的 他说你随便你就随便 他说让你放了他 你就放了他 行不 不行 我说我的话不能走过来 大少爷 这可不怪我了吧 九红他是我师姐 也是我恩人 可他是我仇人 是你是他的仇人 你杀了人爹娘 人恨你是应该的 你已经欠了你方针 你不想着怎么去还 还要想着杀了人 你怎么想的 我怎么还 我要命来还吗 如果我需要用力 那旧的方 这叫道义 我不懂什么道义 我只懂得我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谁想拦着我 活着他死就是我活 那你就是个魔鬼 对 我就是魔鬼 小子 你说对了 魔鬼 我就知道抢 夺 杀人放火 我一想到这些我就兴奋 我要让所有的男人听见我的名字就不敢睡觉 我要让老娘们打我来吓唬他哭的孩子 别哭了 黑心调来了 这孩子就不敢哭 我一想到这些 我就痛快 我就高兴 杀人 您是痛快 您是高兴 这是因为你心虚 你在给自己壮胆 你给我闭嘴 不 我要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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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了 人活着一辈子 让人怕不难 难得是让人尊重你 你问你自己 有谁尊重你 是 你的手下尊重你 那是因为你是大当家的 他们怕你 可老百姓呢 哪个老百姓不恨你 哪个老百姓不盼着你死 前年你被锅驴子抓了 在御龙镇游街的时候 所有的老百姓拿着手里的东西 往你身上转 为啥呀 他们恨你呀 我知道 爹你不怕死 跟你怕这份仇恨 但你不化解这份仇恨 还变本加厉地杀人放火 你是想让老百姓们怕你 而不敢恨你 这可能吗 不可能 我一直看着你 你只是表面上强悍 可你内心虚得很 我问你 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你有一宿睡到踏实吗 老百姓 老百姓 看来这东北陆军教务堂 你没百年哪 学了点道理 可是我告诉你 在这个世界上 教训我的人还没出声呢 打住好吗 大哥 这 大当家三当家 小辈不静了 你们不是要护害我师姐吗 好 谁要了我的命 否则的话 谁也必想出了这个物 大哥 你看这 小子 真没看出来啊 你对这个丫头骗子 尽力 好 这只能够 这么有感情 可是你别忘了 我是你爹 是 你是我爹 一个没给过我温暖的爹 我十岁年年娘死了 你东奔西走的 一会儿把我扔山上 一会儿把我扔到山洞里 让我挨饿挨冷的 你关心过我吗 对于这一点你觉得愧疚过吗 可我在哪家本呢 所有人都对我好 尤其是师姐救护 有一个鞋鸭蛋他得给我吃药 我搅动了 他要放在怀里去舞 锅驴子要抓我 他宁可被打也不告诉了我在哪 这一切 除了你能活着的时候对我好 还谁做过 没有人了 没有了 今天你们要祸害我师姐是吗 好 你们祸害我 但必须从我的尸体上走过去 师哥 师哥 你等一下 师哥 师哥 回家吧 师哥 我一起烧纸了 走 回来啥 他都掉进毒癖窝了 他回不来了 他早也回不来了 你们别管我 都别管我 师哥 师哥 你们事情都已经这样了 难过有什么用呢 师哥 你们都走 别管我 别管我 不要 你都走 师哥 师哥 师哥回家吧 师哥 好吗 师哥 爸 我要给他烧点纸 你 救后 你要接到纸你就接到钱了 在那边好好挂 走 得好 让你送船大 你想买点啥就买点啥 你 一 二 三 四 一 二 三 四 那老板呢 那老板呢 你算把我们大伙坑苦了你啊 咋 咋 咋的了 什么咋的了 你个唱蹦着你 就你那俩钱你也带头捐钱 你真多钱呢你啊 不是 你装什么装啊 你牛皮 你有钱 呸 你跟郭驴的串通好了吗 你吃二魔了吧 没没没没 我可没吃二魔呀 不是 你们得相信我呀 谁相信你那屁话 你就是和郭驴的吃二魔 不是 你肯定吃了 没没没没 那班主啊 你以为郭驴子能去搅黑心雕 能去把九红救出来吗 你就等吧 你等到喇叭 你也是白等啊 走 回去吧 等吧你 你在这等吧 你就等到八月十五 正月十五你也等不来 等吧你 养死了 走 我吃不吃了 我看好了 二当家的好酒量啊 不行 惠子老板的酒量 男人也比不了啊 中国的历史上 英雄都是好酒的 武松好酒 李逵好酒 三国的刘关章 曹操 都很好酒 看来这个酒 是中国人的魂 中国人的胆 当年就是因为酒喝的太多了 把老板的火烧不少了 才跑出来干了这一行 这酒 不是什么好东西 干你们这一行有什么不好 水壶里的英雄不都是干你们这一行的吗 中国政府腐败无能 只要我们精神合作 将来的殿下 也许就是你们这些人的 二当家的这次行李下山 是想跟你要一个人 什么人 一个叫马忠孝的人 我们这里没有这样一个人啊 没有 没有 不会吧 真的没有 他不是你们这一伙的 是外来的 外来的也没有 二当家的 你不诚实了吧 不能不能 慧子老板救过我们大当家的命 我们大当家的那可是义器人 有仇必报 有恩必报 真要是在我们那找出了这个叫马忠孝的人 慧子老板要 我们就是不给 也要当面说清楚 护目绝对不能隐瞒 不能隐瞒 慧子老板 聞嘴 绝无谎言 那我问你 大当家的公子是不是从凤天回来了 回来了 就没有带回来什么人 没有 他一个人回来的 看来二当家的 果真不知道这个事情 那好 我就实说了吧 这个叫马忠孝的人 是我们大日本国 雇佣的勘探师 可是他搞完了勘探 不肯把地质图交给我 前天晚上 大穆君抓住了他 可是呢 又被你们大当家的公子 给拮据了 如果二当家的 真的不知道这个事情 就请回去 转告大当家的 尽快地帮我们 找到马忠孝送过来 到时候 我们必有重些 黄金一百两 惠子老板 大恩未报 岂敢受财啊 这样 我回去就跟我们大当家的说 如果在我们这个大营里 真要是找到了这个姓马的 我一定把他抓来 当面交给惠子老板 以谢大恩 那就拜托二当家的了 来 敬礼一杯 她再次来 太扯了 太扯了 大赛 大赛 太扯了 太扯了 老板 太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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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救命 救命 你醒了 你是谁 我姓童 叫秀凤 童 你是童老板的女儿 来 喝点水吧 我这是咋的了 我们家的马车 马精了 把你给撞了 我说的吗 我咋啥也不记得了 别起来 别起来 小范 怎么样了 应该没啥大事 这不是纳老板家的少爷纳福吗 真是惨了 童老板 别起来 别起来 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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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范 你怎么搞的呀 多悬哪 你说正要把人家纳福给撞伤了 可怎么办呢 这事能怨我呀 是 童老板 谁也不是故意的 我跟童小姐 没怨没仇的 哪能故意撞我呢 就是吗 你说 多亏没撞坏的胳膊腿 这要是撞坏了 你以后可怎么差人转啊 你听过我差人转 我听过 真的 我验你干啥 就你那扮相 可好看了 我每次看的呀 心里疯疯直跳 直敲鼓 挺大个姑娘 你敲什么鼓 就敲 我碰碰碰碰碰碰就敲 我一看见那少爷 我心里就敲鼓 你不要脸了 我脸大皮子厚 我就不要脸了 你能拿我怎么着啊 你欠衫是不是 你还想删我啊 来来来你删我呗 你要不删我 我还觉得脸蛋痒痒呢 行了 你们俩吵什么吵啊 这有外人的 不先丢人哪 这屋没你事 出去 你就惯吧 你就惯你这 不要脸的姑娘吧 嘚嘚嘚嘚是不是 是不是给脸了 出去 就给你算账 那少爷 我娘她就那样 你不能给她脸 你一训她吧 她就老实了 你还能训你娘 她健皮子 对 她娘可健皮子了 就得训她 爹 你还站在那边来啊 你快出去吧 你让我走 那什么我 我 我我走 那个小芳 好好照顾那少爷 行 知道了 那芳吧 好好照顾那少爷 行吗 你快走吧 好好照顾我啊 那少爷 我特别特别特别 喜欢听你插人转 你要愿意听 往后我就给你插人转 本来啊 我是打算把你送到 少帅的 东北陆军江武堂去学习 回来以后呢 接我这把交椅 现在看起来啊 当初还不如不送你去 你学歪了 咋歪了 你学的那一套 跟咱们这行接不上茬啊 干土匪这一行 不需要懂得太多 就是一个字 混 一混到底 你可好 你现在是越来越不混了 越来越清醒了 麻烦了 那我就还去插二人转 你插哪儿有什么出息 再没出息啊 你比待这儿强吧 你也瞧不上我 我现在哪是瞧不上你啊 是你瞧不上我 爹啊 你是不是真想把你的队伍交给我 屁话 我不交给你交给谁 你交给我我就接 但爹 咱山上的规矩 改改行不 这土匪的规矩能改吗 改了那个娘的还叫土匪吗 爹啊 你就我这一个儿子 你已经当了一辈子土匪 你还想你儿子再当一辈子土匪啊 你不当土匪你能干什么 山当家的 山当家的 不好了出事了 山当家的跑了 还带着插人转的个小娘们 山当家的队伍 這樣 大哥 我对不住你 对不住你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哥 你别逼我 老三 咱们俩的情分还不如这个丫头吗 你对我好我知道 当年我爹把我交给你的时候就说过呗 你会像爹一样对我好 大哥 你就像爹一样对我好一回吧 给我一个女人 一个我喜欢的女人行吗 好 大哥答应你 跟我回去吧 什么了 走啊 我不回去 大哥 你说过 一个男人爱上一个女人 她的胆儿 她的活儿都没了 老三现在爱上这丫头 老三就没了 你知道我死了行吗 我带上这丫头 找个安静的地方 养斗牛 种点地 哪怕日子过着穷娘也是 安全满满满满过下辈子呗 老三 那 你让我辛良呢 大哥 现在我不是你大哥了 别过了 别过了 别过来 别过来 大哥 这不年不节的 还得给他放鞭炮 都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是咱们啊 咱们这个想 可不能让他白想 一是让玉龙镇的老百姓 都听见老子剿匪了 二一个让黑犀鸟也知道知道 如果不交出姓马的 我可就对他不客气了 对 一会等放完了鞭炮 你过去给他传个话 就说烧帅张俊良 要这个姓马的 如果不交出来 我这回可就真灭灭了他 放心吧 团长 我一定把话带到 那么是我 让你家公子受惊了 虚惊一场 没大事 倒是让你家小姐 跟着受了一场惊吓 客气呢 我没关系 只要那福哥没事啊 那就是大吉大利了 赶紧 掌 快放 是 赶紧去让方文锋 是 哎呦 打起来了 大当家的 这锅驴子 是不是又他们脚咱们来了 这混脚子 是不是又缺钱花了 听这声音 好像是放便炮吧 就当锅驴子给咱们过三十了 走 走 走 看样子 咱们的钱是没白捐哪 也不知道救红能不能给救出来啊 救回来 还不如不救回来 咋说话呢你 急糊涂了 他都被土匪糟蹭了 救回来 还咋做人呢 啥叫咋做人呢 那土匪都是畜生 那也不厌他 该咋做人咋做人呗 是是是 话是没错 可是 要让那福哥 娶了被土匪糟蹭过的女人 那也不是那么回事啊 这心里啊 一辈子都不舒服 有啥不舒服啊 酒红还是酒红 还是好女子 对对对 后来 请回吧 快就怪冷的 走走走 我们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 慢点慢点啊 好好好 手不远送啊 好好好 慢点慢点啊 老夫妻赶快扶着点 哎 等等 老夫 哎呀天这么冷 快带着 别动呢啊 哎 哎 哎 我我我大夫 这太贵重了 哎呀 哎呀 这才没几个钱 没事来玩啊 哎 走吧 哎 走吧 慢点啊 哎 来 慢点啊 那有空 你去玩去啊 哎 哎 慢点啊 你对那个拿福 热情的有点过分了啊 啊 愿意管得着吗 死丫头骗子 再弄两个手的弹 把东西给我弄散啊 再弄两个手的弹 嗯 嗯 好 哈哈 这打得挺邪乎的啊 看来这次拨驴子 可懂真格的 爹 我听着 怎么像那三十碗的方便炮呢 那什么耳朵 你再听听 那屁啪啦洞 屁啪啦洞 屁啪啦洞 咚咚咚咚咚咚咚 您这还不是方便炮呢 哎 哎 炮哥 是不是方便炮 像不像那三十碗方便炮 这像但是挺像啊 哈 不过这 枪伤它远了 是不是就是这声啊 就是 哈哈 我就不信 这锅驴子再损 他能买些鞭炮的到山里去放下 爷我告诉你啊 那锅驴子 什么使都拉 就他们把人使 哈哈 行 我不跟你争啊 你看那锅驴子 给那黑金刀给灭了 我看你怎么说 哈哈 小胡子 嗯 你跟佟少哥那闺女 热乎上了 爹 瞧你说 我跟她热乎啥啊 哼 瞅着你俩那个眼神不对劲 啥眼神啊 是能老眼神不太好了吧 放屁 我这眼睛咋了 人世间的事 我啥干不明白 我告诉你小胡子 酒红那门还没啥阴信 你要敢往别的闺女身上动心思 你看我不砸死你腿 你别砸死我腿了 你干脆把我脑壳砸出来 你当我不敢了 人不能丧良心 酒红对你多好 就算是酒红 真 真有个三长良团 你也不能这么快 就跟别的闺女热乎上了 你还有良心 你还是人吧你啊 谁热乎了呀 我来不来 我来不来 别的闺女热乱 我去哪里 你都能够死我了 你都能够死我了 你什么东西 你们都二十亿了 你是不是应该成亲娶媳妇了 我成亲 我跟谁成亲啊 当然是那个 这童少国家的童修缝了 你六岁那年 我给你盯着娃娃亲 你现在都老大不小了 是不是该拜堂了 那姑娘不错啊 给你是不是看走眼了 她长得不错 长得像个黄豆芽似的 那脸白的 像黄蚤狼放了血似的 胖哥 你是不是也这么认为 像不像黄蚤狼放了血 那长得 他他他 你长得好 那像个娘们似的 人家不比你强多了 爹 你要是看好 你娶 我不娶 你放屁说话呢 怎么说的你 用嘴说的呗 嘴 你不知道就是动那个嘴 我看你上下不分 你别跟我分不分 我告诉你爹 我现在啊 有心上人了 我有心头肉了 我要娶我就娶那心上人 心上人 哎呀 你要娶谁呀 我要娶我就娶 娶娶班的酒 红 娶酒红 我看你是又魔者啊你 那个酒红是个唱泵泵的下酒流 我们高家怎么娶她做儿媳妇呢 听我 你听我爹说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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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是不是忘了 我那个娘 小头红 她也是唱泵泵的 你咋给娶了呢 你跟我比啊 我不跟你比 我跟谁比啊 有其父比有其子 人都说了 那上粮不挣啊 那下粮才歪 去 我还 酒红让粗费钱的筛了 肯定被祸祸了 你也娶啊 祸祸怎么的 祸祸我还不嫌弃 我就要娶酒红 我告诉你了 小哥我想妹妹呀 就这样 想的又是想我酒红 我告诉你 我跟你商量是给你面子客气了 你还给我来了浑劲了你啊 你废话少跟我说啊 这事就这么定了 改天我找个人 挑个好日子 把你俩婚事给定了 那臭小子 拜什么办哪啊 你说拜就拜哪 给我回来 你干啥东西 浩哥 你说咋办哪啊 这事啊 还真得听你爹的 你爹让你 娶老同权的闺女 能不娶吗 再说了 你爹说得还有道理 那酒红被绑上山了 那山上什么人 那都是土匪啊 能不糟蹋他吗 这被糟定的姑娘你还要 那你成什么了 都不成捡剩饭的了吗 你怎么也这么说呀 什么捡剩饭的 我跟你说 那酒红是美味加油 不是捡剩饭的 你懂不懂 行行行 你跟我长什么呀 你要发火你跟你爹发 你甭跟我发 我告诉你啊 你要跟我发火 好我不理你 我看你跟谁玩 浩哥 你别生气 哎呀 你别生气 你说 你要不理我了 那咱高府上 我就没个知心人了 算你还讲良心 哎呀 你给我出出主意 我真想娶酒红 那酒红它就是个祸害 你娶了它 你肯定要倒霉的 你 我告诉你啊 我就要娶它 我不信我能倒霉 我就要娶它 行行行 哥哥 我想妹妹呀 想的就是小酒红啊 哎呀 好 会儿呢 来 吃点菜 见什么见呢 他自己会加 爹 我娘都吃醋了 你快别给我加了 给我娘加吧 老伯儿啊 来 我给你也加点菜 来来来 我自己有手 我自己会加 这是干啥呀 给秀凤加你不愿意 给你加菜也不愿意 给你加菜也不愿意 这都什么毛病你这是 这都什么毛病你这是 什么什么毛病啊 当爹的就应该有个当爹的样 那当爹啥样啊 那当爹啥样啊 头上长脚 脸上俩鼻子 四个眼珠吧 太难看了 行了 你大姑娘不要脸 嘻嘻笑笑 笑什么笑啊 我告诉你 明天你赶紧去老高去 跟他们说 让他们定个好日子 咱把秀放嫁过去 姑娘大了 总放在家呀 不是个事 你咋话说明白了 怎么就不是个事呢 你大了 就赶紧把你嫁出去吧 有什么不对的呀 我跟你们俩说啊 要嫁 我也不嫁那高秧子 一娘怪气 跟个人晃的似的 我烦他 要嫁呀 我就嫁纳福 纳福 那可不行 我跟你说呀 你小的时候 我跟你爹呀 就把你和老高家 那个高秧子 定了娃娃亲了 你嫁不了纳福啊 我要不嫁纳福啊 我就上吊 我就跳井 我就吃喝喝酒呀 你回来 都是什么你惯的 大哥 别动 大哥 你 你是人是鬼呀你 我是人呐 不是鬼 那你叫什么 我姓刁 刁大杂子呗 好哪儿口 好娘啊不是 兄弟 你可回来了大哥 快快快走 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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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快快快 快快快快 你可回来了大哥 不是大哥明明看见你跳山崖了大哥就以为你死了呗 我是从崖上跳下去了可被人救了谁把你救的 我抱着酒红从崖上跳下去的时候只觉得两耳生风糊糊的 交落地的时候忽然一个大网给我们接住了挂到树上了我估摸这肯定是彭飞干的 你怎么能估计是彭飞干的呢 你怎么能估计是彭飞干的呢 彭飞为了救酒红的 那酒红的 当时我昏过去了 等我醒来酒红已经没了 肯定是被彭飞放了 放了就放了吧 老三哪 你一回来了大哥就高兴 这回想明白了吧 想明白了 大哥 当时不知道咋的 就鬼迷心窍了 一心就想带着那娘们儿走 谁的话也听不进去了 得了魔障 可就在那网给我俩接入 往书上一挂那当劲 那忽悠一下 明白了 咱这种人哪 活着就一条路 活着混蛋死了完蛋呢 是不是大哥 你一回来就好 大哥高兴 我就放心了 我不放心了 大哥 彭妃把九红放了 九红是你的仇人 就该灭了 咋能放了呢 杜师傅 你一定把我世界安全送下身 他是你爹的仇人 你就这么把他放了行吗 有啥不行的 他俩本来就有仇 再这么下去的话 仇不更大了 那 他要是回来找你爹报仇咋办 报就报 杀富汗蒙之仇 我要有这样的仇啊 我也报 你太有量了 有什么量啊 这人世间的事这么复杂 我爹是我最亲的人 但他却是个杀人魔王 世间呢 给了我最多的温暖 是最让我感动的人 可他们两个缺着仇人 这么多的恩恩怨怨 我摆不平 所以 只能有恩报恩有仇报仇 上下来 把老天决定 我真疯了 对你都话不说了 快去 你师姐的安慰 全包在我身上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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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救命啊 报名啊 干什么 老杜 自杀里就咱俩人 这姑娘长得多俊呢 她仙女似的 太残忍了 咱俩就给她弄了就了 你师老大 你先来 着急了 哎 着急了 你看他 我特别的 你 走 姑娘 你别害怕 我不会害你 快下来 大叔 谢谢您救我 不是我救你 不是你救我 是谁救我啊 让我救你的人说 不让我告诉你 为什么 那你们为什么要救我 你不是和黑心雕有身仇大恨吗 我同情你 我和他也有仇 你跟他也有仇 对 我和我弟弟都跟着他干 我弟弟犯了山规 让他给杀了 我从他也有仇 我怎么和他求情 他都没放过我弟弟 你不是也想报仇吗 我有个办法 能让咱们俩报仇 什么办法 你把这个交到山家 日本人惠子老板的手里 他接到这个 就会替你报仇的 不能打开 你也千万不能跟任何人说 你要记住这个 你要是不听我的 你的仇就永远报不了了 记住没 记住了 重复一遍 把这个包袱交给惠子老板 然后我不许打开 也不许告诉任何人 如果说了的话 我的仇就报不了了 对对对 好了 那你走吧 大叔 好了好了 你赶紧走吧 一定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好 好 快走吧 这是灰子老板让我带给你们的 这他们是鲜果啊 好喝 好吃 这要是让我一口气吃十个 我这辈子死了都值得 是不是 你说这日本人咋会享受呢 大哥 说点正事 惠子老板跟咱们要一个人 什么人呢 一个姓马的叫马忠孝 干什么呢 说是搞地址勘探哪 什么地址勘探 不懂啊 说这个人手上有一张什么油图 惠子老板要的就是这张油图 什么油图 豆油啊 混油啊 什么油不清楚 惠子老板说 咱们要是能帮他搞到这张图 给咱们一百两黄金 这么贵 这一百两黄金得买多少油啊 反正能抓到这个马忠孝 就能拿到这张油图 我啥给他找去 惠子老板说 这个马忠孝很可能就在彭妃手里 她又该怎么办 你自己下着 你自己的女孩 小伙子 不点耗 你自己的女孩 你自己的女孩 小伙子 你自己的女孩 我们自己的女孩 那你差不多 我这三个女孩 我自己的女孩 那个女孩 他们打死了我爷 逼得我男也跳了紧 我爹一气之下 杀了地主一家九口 从此上山当了土匪 后来呢 他又抢了玉龙镇上 一个财东 叫高马子的三姨太 小桃红 做了他的鸭带夫人 这个小桃红啊 是我娘 我娘是个 唱二人传的艺人 她从小就叫我唱 你看看这些东西 都是她的 去年 我还在镇上的 那家班唱了一年 之后 又去了东北陆军讲舞堂 学习了一年 就在回来的路上 碰上你了 这么说 咱俩倒是真有人 但是啊 真没看出来 你从小到大 有这么多的经历 你这他妈不扯淡吗 他怎么能在彭飞手上呢 他手下的那个大木 已经抓到了马仲孝 正在拷打的时候 彭飞他们赶到了 打跑了大木他们这帮人 救下了马仲孝 所以惠子老板分析 这个人很可能 就在彭飞手里 老三你别吃了 你上彭飞的屋看看去 看看他屋 有没有那个马仲 马仲什么 马仲孝 马仲孝 好 等会儿 把这给他烧开去 你别直不冷灯的 就闯进去 在外面先听一听 里面有人的话 你那一听不就听出来了吗 知道了 大当家的 三当家的 过里头的参谋长来了 说要见你 叫他进来 马先生 日本人 是不是想向你要什么重要的东西啊 说起来话成 我是浙江宁国人 民国十一年 我去日本求学 当时 怎么了 刚才这外面 好像有人 是不是你别发现我了 我别发现了也没事 有我呢 你吵吓唬我 回去你告诉郭驴子 我也不是夏大大 他要是扭尿的话 就让他来灭我 我他妈要是怕他 我就是他儿子 大当家的 你也别发火啊 我们团长的脾气 您不是不知道 他说这些话都是急的 你看 这少帅亲自给下指令了 说让他马上抓紧了 尽快地找到这个姓马的 你说这一着急 他这肯定沉不住气了 他有脾气 我还有脾气呢 沉不住气 就跟我耍驴啊 跟他说明早上就开一看 不是他死就是我死 反正那又有个死的 二老家人 你看 我的意思是 我算不上 我问你 谁告诉你 那个姓马的在我们这里 其实啊 其实 按理说 咱们都是这个道上的人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再大的秘密 在咱们这儿 那也是秃到头上的狮子 藏不住啊 好了 至于你怎么知道的 谁告诉你的 我不问了 就是你们那个郭团长 他说话也太难听了 其实这几年咱们合作得不错 咱们是鱼和水 水和鱼的关系 是 有我们在你们的军饷 得到捐款稍吗 有你们在上面 不会派新的部队来搅我们 这是件好事 至于那个姓马的 我们这儿确实没有 至少到现在没有发现 如果发现了我们抓到他 一定把他送给你们的郭团长 你们要他有用 我们要他没用 毙了他 我们还浪费个子弹 是吧 没错 二当家的所言极是啊 真要是找到这个姓马的 母刀少帅那儿 亲自去给你们请公 要赏给你们赏 想要招安的话 就给你们官做 中国是什么 大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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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了 我儿子 如果你们真有诚意的话 就别拦着我 这 这 老三人呢 这 这人呢 刚才还在这儿呢 你是不是开怀眼了你 那不能啊 不能人大去了 这 出去了呗 肯定是跑了 大人去搜 山上山下的搜 快点搜 快去 前面长 看见了吧 我可是尽力了 这姓马的身上有伤 肯定跑不远 就这么搜 肯定能抓到他 前面长 你怎么这么肯定 他就在这里 军师 就算你们搜不到他 也不要紧 他也跑不了 因为我们把山下 所有的路口全封死了 参部长 你告诉我 你们要这个姓马的干什么用啊 我也不知道 是上边要这个人 啊 我 这边是上边的 你不在这儿呢 你不在这儿呢 我现在呀 这将人家在这儿呢 你知道 师傅 师傅 你看 这谁啊 快看看 师傅 酒 真是酒黄 酒 快 赶紧背墓的快 快 来 咋的这是 放点 这是咋的这是 来来来 快 小心点 快 脚底下 来 喝个水啊 喝点 来 喝个水啊 慢点 再来一个 行了 行了 酒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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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孩子 师傅 孩子 师傅 你可回来了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 回来就好了 师傅 我以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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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师父 让你诉苦吧 孩子 追 小心 救护 救护 你先别动 当然没好 你放心吧 你在这很安全 这地除了我跟我爹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那你爹他 我爹不要紧 他日本人抓你有用 我爹抓你有用吗 如果我爹知道你在这的话 我就跟他说 你是我朋友 在凤田杀了仇人 想在这儿躲躲 我爹愿意帮你这种人 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我觉得 你有学识 还有就是 日本人抓你 一定是想从你那儿 得到什么东西 虽然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但它对你来说 一定很重要 但它又不像是 你个人的东西 一个人 为了保住一样东西 可以舍了自己的命 这样的人 我佩服 没想到在这个地方 还能碰见像你这样 有思想的人 你说对了 日本人问我要的是 一样很重要的东西 就在这里这个玉兰垢 我发现了一座油矿 油还有矿 不是你想象 那个油料的油 是金子烹 加一个自由的油 还念油 这种油呢 是一种化学元素 过去用于给玻璃染色 但是经过科学研究发现 这种油 可以产生核裂变 利用核裂变 可以制造一种武器 具有极大的杀伤性 可以毁灭人类 你说 这么重要的地质资料 我能交给日本人 所以日本人抓你 对 日本人有一个组织 叫做黑龙会 是专门在我国收集 军事经济政治的一个情报组织 为侵略中国做准备 山下的东洋药材行 就是他们的下属 那个日本女人 就是藤 黑龙会给他们的任务 就是抓到我了 我在东北陆军讲武堂上学的时候 叫官就车 你常说 日本就像一只狼 盯着中国这块肥肉 时刻要下口 彭飞 不是时刻要下口 是早已经下口 如今 日本关东军 遍布东北各胜 一旦时机成熟 他们会发动侵略战争 我作为一个中国人 你说 这么重要的地质资料 我能交给日本人 彭飞 如今我把所有的真相 都告诉了你 一旦 我有什么三长两短的话 请你一定要保护好这张图 时机成熟了 交给少帅张学良 千万不要落在日本人手里 马先生 我一定尽力保护好你 等你伤好了 就送你去丰田见少帅 如果这有什么不测 我会像你一样 您可舍了自己的命 也保护好这张地质图 爹 我就知道你小子在这儿 爹 是我朋友马先生 马先生 是我爹 大当家的 在下身上有伤 不宜下地相迎 失敬了 不必多礼 彭飞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 你这朋友怎么了 他在凤贤杀了个仇人 官府在抓他 他就跑这儿来了 想多短 好 你就安安心心地养伤 跟人家判断 这个洞啊 只有我跟彭飞知道 别人不会找你麻烦的 那就谢谢大当家了 不必客气 那你们俩牢吧 出去别让人看着 好 好 大当家慢走 怎么样 这回放心吧 丰飞 恕我直言 我可听人说 你爹可是一个阴险毒辣之人 是 他是这种人 但他对我很好 不论我要做什么他都答应 还有就是 他跟日本人没联系 大哥 事班子咋样的 麻烦了 这个姓马的还真在蓬飞呢 那怎么办 那个吴参部长呢 走了 麻烦了 咋了 你说现在日本人也要这个姓马的 锅驴子也要 把他给谁啊 那肯定给日本人了 为啥啊 日本人对咱有恩呢 救过咱俩 再说呢 那还有有赏呢 一百两黄金够咱兄弟 活好几年的呢 嗯 大当家的 可有一点啊 咱们把这个姓马的交给日本人 恐怕 彭菲菲不高兴 管不了那么多了 他一个小孩懂什么呀 明天一早动手 好嘞 好嘞 王先生 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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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菲菲咱来了呢 不管他 走 把路让开 你要把马先生带到哪儿去 这你管不着 你是不是要把它交给日本人 是又怎么样 日本人对我有恩 日本人是在利用你 爹 马先生是地质学家 他探明了一种矿叫油 这种矿 可以制造非常厉害的杀人武器 如果落在日本人手里 那中国就遭殃了 马先生为了保住这张地质图 不落到日本人手里 于自己的性命而不顾 你万不可为了报自己的恩 把它交给日本人 那样的话 你将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 哎呦 我的少爷呀 你说的这些我都不懂啊 我只懂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 马先生也确实令人敬佩 报国那是他的事 报恩是我的事 他现在在我手里 那就由不得他了 那我问你 你是不是中国人 我是土匪 土匪你也是中国的土匪 中国人不帮中国人 反倒帮日本人 爹 躺在地下的祖宗都不会答应你 你一定要把它交给日本人吗 对 那你就不是我爹 小子 我爱听这句话 把路让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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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子 你要不让开 我就没有你这个儿子 快 快 快 走 走 走 大方杰的 跟我追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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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 可以 到这边 到你 保住 站住 中两的 人影 继续 请我们不要落在日本人手里 继续 走 我不下地狱 谁下地狱 谁下地狱 王先生 王妃 你为人忠课 我心明见 我 我 相信你 王妃 王妃 虎 王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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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为什么要逼死他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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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死了 吓死我了 完了 朋友了 我大哭了 怎么回事 哪有吃 哪有吃 二师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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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喊啥喊啥 我魂丢了 瞅你那个样 来来来 帮我干点活 你等一会儿 干啥活啊 小龙还睡呢 纸鹏刚才就耗子踩个窟窿 来 你帮我给它糊上 我天 你站在上面 我给你打酱子 好来 这老主不愿给朋友呆了 下来找吃的来 你那啥纸啊 管它呢 你站稳了 你也小点声 把酒红吵醒了 没事 来 二师哥 你说啊 酒红回来了 是哥为啥不高兴啊 是吗 这玩意儿啥算的 你没看出来 酒红没回来的时候 酒红 你说师哥 又是哭又是喊又是叫的 还到大爷弟里边去烧纸 你说酒红回来了 是个凡尔木呢呢的 酒红已经不是原来的酒红了 你手上话还说得有问题 她不是原来的酒红她是啥啊 她啥变的 铁上公主变的 得了得了 不跟你说 说了你也不懂 你懂 我大人懂了 酒红她丢了一样东西 啥东西整没了 真操 齐高 真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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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二蛮你别瞎说 怎么能是瞎说呢 那帮土匪能饶了她 我告诉你二蛮 这话到此为止 以后不能说这样的话了 听见没 如果酒红没被土匪你 你冤枉不 好了 咋样 哪天跟师傅说说 买些花纸糊上 这东一块西一块的 跟打补丁似的 那你跟师傅说说 没有 没有 请许能饶 大酱 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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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医来看 欣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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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欣封的咽乐子 你这咽好不好抽啊 掌柜子我这咽好抽 都是用豆饼做肥料味道 很小肥 都是不甜的 您尝一下 您尝一下 那我不跳到好豉给您腰上了 您腰上的 太少啊 跳好豉给您腰上 同学老板娘 你看哪 我呀 正要找你 怎么这么巧呢 在这碰上了 找我 什么事啊 我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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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啥 我听人家说呀 你们家少爷 谁的话也不听 就听你的话 是吧 你帮我劝劝他 让他赶紧的 把我们家闺女娶过去吧 我呀 就怕这门婚事黄喽 你这么一说 我还真想起来 这门婚事啊 还真悬了 啊 这 这怎么就悬了呢 那高秧子啊 要取那个唱棒棒的酒红 你说这个混小子啊 他 他怎么就能 相中这下酒流的戏子呢 是啊 那你帮我好好劝劝他 你说我们家秀凤多好啊 啊 那是正经人家的闺女 梁家妇女 是不是 对 哈哈 那啥 泡手啊 这几块大羊啊 你拿着 不是 你这我怎么好拿呢 你 这 这 这 我让你拿着 你就拿着 你说现在求人办事 哪有白求的 是不是 事成以后我再表示 是 行 那我就先收拾了 泡哥 练枪呢 好 来 给我来 给我来一家 怎么了 跟你说话呢 没听见是吧 泡哥 来 给我倒杯水去 来 来 去啊 去啊 咋的了 泡哥 你还不爱搭理人了 王泡手 告诉你啊 你有话就说 有屁就放 你别惹我不乐意啊 你不乐意 我还不乐意呢 你有啥不乐意呢 你取那酒红我就不乐意 我取酒红关你啥事啊 就关了 我告诉你啊 你不许取那酒红 你取人同小抱 你管的也太宽了吧 你找揍我 我去找揍了 你揍我一试试 你看 你还手是吧 哎呀我 我就 哎呀 别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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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王泡手 烦了你了是王泡手 你听话 烦了你了 说 你还取不去酒红 我就取 哎呀 取不取啊 取 哎呀 我就取 哎呀我还打不服你 烦了你了王泡手 你敢打我 说 你还取不去酒红了 走 我就取 回这儿 哎呀 这儿啊 哎呀 冬家 王泡手你真打我呀你 停手啊 就去 我今天被造死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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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怎么回事 哎呀 喂冬家 冬家 你要干什么 冬家 我看 慢 慢 慢 等一下 哎 冬家 我 等一下 爹 爹 你这要干什么呀 是 啊 哎呀 你们把他松开 松开 松 松开 听不听见 哎呀 把他衣服扒下来 好 啊 不是 冬家 你 别扒衣服 干什么呀 冬家 我让你脑子清醒清醒 爹 这大冷天的 你把他扒光了 不得冻死啊 你走开 扒 你扒光 不要啊 冬家 我敢清醒啊 冬家 我不 别扒 别扒 拿这么多残礼啊 我说童老板 这日子呢 就这么定了 好好好 我冬家说了 这娘家的客人呢 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 别到了正日子 招待不周 大家都没面的 就是啊 没有没有没有 我们童家呢 不是那完蛋的人家 知道不 娘家客都挑礼 对对对 我们不挑 不挑 没啥挑的 是你啊 酒红 酒红在那家班呢 走 不是 我 我 现在老高家的管家 就来给我下聘礼呢 啥 你们家要把你家给老高家 当然了 我跟高秧子定的是娃娃亲 你要嫁给高秧 有点声 童老板 你们家姑娘有福啊 对 这秀风那就是掉到府堆里了 对啊 就是掉堆里了 时候不早了 我呢该回去了 别别别 吃啥饭再走 别走 在啥时候还能见 下午在面门口 好 快走快走快走 猫狼 这啥呀 丑 丑啥呢 是只猫 猫 猫 猫也是只公猫吧 这行 呸 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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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衣服给我穿上吧 我冷 你还想穿衣服吗 你想得到 你 不是 东家 我这是为你好 好 怎么为我好啊 这 这样子 他不娶童秋风 他也娶九红 我劝他来这儿 他不听我这揍他 我这不如为你好 为我好你他妈就撒野 没呀 你说你他妈一个护院的下人 你敢骑到邵东家身上揍他 你要造反吗你 不行 这要是船子去了 农才打主子 我们高家还要不要脸面了 我要不要了 要 要 来 来 来 爹 来 放这儿 这 不是 东家 你要干什么 烟子 把这凉水 往他身上浇 不是 爹 你要浇糖葫芦啊 浇 他刚才跟我闹着玩呢 你饶了他吧 你饶了他吧 我浇 不是 爹 浇 浇啊 不是 裡面 華盛 你想赤 哪吓 确 你 伟哥 权 nationalism 给我交啊 爹 我不取同教会 我要取酒红 取酒红 我去你 爹 姑娘啊 这都是送给你的 稀不稀罕啊 哎呀妈呀 这愁子 这太滑了 好啊 上等的 不耐 你呀 你是真有福气啊 我跟你爸结婚那咋呢 那送的彩礼 都是粗布的 哪有这么多愁子段子 哎呀 你可真是烧包咯 这烧包是啥意思 烧包了就是 你阔起来了 包里钱多了 都快起火了 那你包里钱也挺多的呀 咋不着火呢 你收拾你老包 不是你说谁老包呢 老包太好玩了 行了行了行了 别笑了 赶快给我个回话 愿不愿意嫁给那高秧子 你贱什么贱呢 这还用问吗 愿不愿意也得嫁 啥意思啊 还强迫呀 那高秧子 一样怪气跟人幌子似的 我就是叫了黄鼠狼 我也不嫁他 你敢 我有啥不敢的呀 这事啊 我说的算 我还告诉你们 你们要是不把这门婚事 给我辞了 可别怪正日子那天 我让你们丢人 plaint眼 团长 你看这几个人行不行 长个脑子就行了 来来 把衣服都给我脱了 脱衣服 脱 脱脱脱 你脱啊 一会你们要遭点罪 不过这个罪不能让你们 白走 每人十块大言 不是 不是 快坐快坐 打打打 团长 那个那个真给大大洋啊 咱 怎么呢 你要是这样的话 那个 那我也拖呗 那好 拖 拖 快拖 给他 来 雷人十块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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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真是穷山恶水 颇布雕名的 连他们一个欢迎的都 都这么没有 来 团长 你说会不会是 咱们设的这个局 被什么人给发现 团长 看来你照顾话 真不能使 这 你把这个 交到山家日本人惠子老板的手里 他接到这个 就会替你报仇的 好 秀鸥 你干啥去啊 我数元一趟 你那生的痞吗 没事 你早点回来 师父让我给你熬的鸡汤 先生 请问您是日本人吗 是的 有什么事吗 我想找一下惠子老板 找惠子老板 找他有什么事 我有一样东西要给他 什么东西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 是别人让我给他的 把他交给我 我来给惠子老板 不行 我要亲自叫到他手上 跟我进来 谁啊 童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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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个童小姐啊 啊 二蛮呢 什么童小姐 我在这等九红呢 等他 等他干什么呀 我和九红约好了 要到庙里去上个香 许个月 师哥 你傻呀 我咋傻呀 他都那样了 你还要他 他都哪样了 你说他哪样了 那帮土匪能放过他吗 别瞎说啊 啥也没看见 瞎说啥 哪用看见呀 那帮土匪 野兽似的 倒嘴的嫩肉 还能不吃 听说当年九红他妈 就是被那帮土匪祸害死的 他也真够懂了 那的多少土匪祸害他呀 完了 真完了 师哥 算了吧 娶个老婆 不是黄花闺女 你说冤不冤啊 我二蛮就算不如他 可我是黄花闺女 师哥 你这狐狸围博给谁买的 没 没 没给 给 给你买的 真的师哥 妈呀 我要晕了 师哥 给我买的 那你就给我戴上吧 你自己戴吧 哎 师哥 你不是说给我买的吗 你就给我戴上吧 好吗 好看吗 师哥 好看 好看 哎 师哥对我好 哎 师哥 你陪我上布庄买些红布吧 去年我在面上许的月 还没还呢 走吧 好吧 这喜子和酒红约好了 要去庙里 你先去 一会儿我们去找你 那也好 那我就先去了 师哥 你赶紧回来了 嗯 在这儿站着多冷啊 我不忍心 这个微波 还是你先围着 冻着你 心疼呢 那我先去了 你们可一定要去找我啊 你去吧 我们肯定去找你啊 嗯 好 走了 你找我 你找我 嗯 您是惠子老板 是的 我是的 你是 那家班的酒红 哎 对对对 我是酒红 你找我有什么事情 黑心雕的土匪窝子里 有一位大叔 让我交给你一样东西 你带来了 你带来了 带来了 给我 你要答应我一件事 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你 你说 黑心雕杀了我爹 又抢走了我娘 那位大叔的弟弟 也是被黑心雕给杀的 所以 你要是能帮我们 除掉黑心雕 我就把这个东西给你 没有问题 我一定帮你报仇 杀了黑心雕 你说话当真 我们日本人说话 从来都是当真的 给你 给你 这是什么东西 这不是鞋吗 那个人让你交给我的就是这双鞋 对啊 这不是我也不知道 他给我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不行打开看 我就没打开看 他还告诉我说不让我告诉任何人 这个包袱一直在你手上 对啊 你没有跟我撒谎 没有 我没跟你撒谎啊 九红我可告诉你 你要是敢跟我撒谎 你的命就保不住了 你父亲的仇 也抱不了了 我没撒谎 我要是撒谎了 天打五雷红 那副哥 你来了 我早都来了 我在这儿等你 脚都动马了 我好不容易才跑出来的 我对我娘 看了看了客气了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 那 我要是真不来了呢 你要真不来了 我也会在这儿等 我等到太阳落山 我还会等 没看出来啊 在台上打情骂笑的公子哥 想到心眼还挺实的 你说得没错 我本来就是一个实心眼的哥 你的微博 给 好 你没来啊 可饱了机会 不然急啥啊 咱们在这儿约好了 说在这儿见面 你又不来 我就想是不是出啥事了 天太冷冻着了 还是 你家那马车 又惊了把你摔着了 你咋就不能想点好的呢 那人一着急 就坏处想了 围紧了 也动了下巴 我还同人呢 谁叫你招人疼呢 我招人疼吗 嗯 招人疼 来 走 再来进庙吧 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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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 hof 八个 八个 惠子老板 什么事这样恼怒 刚才那个酒红 说老杜 让他给我们送来一双鞋 什么意思 戏耍我 你是说老杜耍戏我们 不是老杜 就是那个九红 不会是九红吧 他跟我们素无来往 为什么要耍戏我们 那老杜 也不太可能啊 那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 被人调包了 完全有可能 大陆 你赶紧想办法 和老杜联系上 问一问他 他交给九红的到底是什么 难道就是一双乱血 是 你赶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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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去那个 你们看 你们看看 看 他不是让土匪的帮走吗 这不是回来了呢 土匪玩够了就给送回来了 我告诉你啊 可别吓唬 没准人 土匪没碰他呢 土匪都是些什么人 你看看 这么水人一姑娘 能给她送回来 不怕的 你说这酒人怎么办 就放她 放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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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加不出心 打个啥子 放她 你这招下 真要一个 你还能放过这么好吗 卖白菜了 酒红 你回来啦 咋啦 卖白菜便宜嘞 你这不是挺好的吗 不是 你不是 被土匪绑上山了吗 绑上山咋啦 就她 她没说 说你 你被 土匪给糟蹋了 放屁 你看见啦 对呀 这 谁没看见啊 眼见为师耳听为虚 你没看见一个个 你们都瞎说什么呢 你们 纯属放屁你们 酒红 酒红 可这事啊 也不好说 你说这 土北窝子是什么地儿啊 那就是一个禽兽窝呀 那好女人进去 哪有干干净净净出来 你少恶心我好不好 我不是想恶心你 我是想跟你表一表我的心情 酒红 我特别喜欢你 真的 真的特别喜欢你 我现在晚上睡觉的时候 一闭上眼睛 你的影子就在我眼前 晃啊 晃 晃啊 晃 晃得我睡 哎 酒红 酒红 我都不想活了我 不想活了你咋还不去死呢 对呀 你问得太好了 不想活了我咋还不死呢 就因为 我没得到你啊 我没有得到你我就不能死 我要是永远得不到你啊 我的羊就去死去我 那你现在赶紧死吧 我现在不死了 我现在 我有机会了 我有机会了我 你能有啥机会 酒红 你说 你被土北抓到山以后 你这身上就有污点了 你就不是黄瓜大闺女了 你说你不是黄瓜大闺女 谁想要你啊 天下男人都嫌你 我不嫌 我不嫌你脏酒红 放屁 你才脏呢 咋子呢 火了 哎呀 火了 哎呀 火了 火了说明你不是了 酒红 酒红 没事啊 你剩下了 我就剪着了 啊 你不是黄瓜大哥 你嫁给我 咱俩明儿就成情 闭上你的狗嘴 我告诉你 你再敢跟着我一步 你吸不吸我抽烂你的嘴巴 你 酒红 不是 酒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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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剩下了 我就剪着了 我就等着剪了啊 我就等着剪了啊 你做梦吧你 你做梦吧你 我就是嫁给阎王队上的阎凉棍 我就是嫁给阎王队上的阎凉棍 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酒红啊 酒红啊 酒红 酒红 师傅 酒红出去了 干啥去了 他 他说他有事 但是没说啥事 师傅 你咋了 咋不高兴呢 你多让我判斗 你 你 我 我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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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九宏不还是九宏吗 我看大夫这小子 坏了肠子了 不讲情谊 师哥这样 九宏还不知道呢 可不能让他知道 他要是知道了 那得多伤心啊 也是 你说咋整的 我琢磨着 早点把他来的亲事给办了 成了亲 这事就过去了 师父 你这个办法挺好的 赶紧熬几趟去 你怎么把我领到这儿来了 你不说找个没人的地方 好好说会话吗 我说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也没说来这儿啊 你说这多吓人啊 万一有狼怎么办啊 有狼怕啥呀 有狼先让他把我吃了 吃饱了我 不就不亲密了吗 那可不行 把你吃了 我以为你都没意思啊 要吃啊 干脆把咱俩都吃了 别别别 还是把你剩下吧 你说万一狼来了 他把你吃了 咔吱咔吱在那儿嚼你 那我心里得多难受啊 要不这样 我把狼啊 别别别 我给他打跑 行 就是咱为啥让他吃啊 他 那可哥 哎 刚才在庙里 许的什么愿啊 我 我 你许的啥愿啊 你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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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和佟小姐 以后啊 你就别叫我佟小姐了 那叫啥 叫秀凤 叫 凤 嗯 我要和秀凤 我要和那福 百年好和 哎 真好 嗯 没想到 抱给人的感觉这么好 浑身麻素素的 心都要化了 那福哥 嗯 我可喜欢替你长人转了 妹妹 嗯 你演的那些落难的公子 被薄群女族赶出家门 在外乞讨 我看了心里可难受了 晚上啊 我就被一个人躲在屋里哭 眼睛都哭肿了 你心肠真软啊 软心肠的女子 都是好女子 芳儿 嗯 我想亲了一下 哎呀 丧死人家呀 秀红啊 师父 快来 趁热把这碗鸡汤喝了 哎 师父我不喝 您喝吧 你这孩子 我没病没咱的 我喝他干啥呀 就 我现在不是也挺好的吗 哎 你不是受了惊吓了吧 这人一受惊吓呀 身子就虚 别推人 赶紧喝了 啊 不用师父 您喝吧 我真不喝 真不喝啊 嗯 行 那我就把它倒了去吧 哎 哎 哎 师父 师父 我喝我喝我喝 这呀 哎 哎 哎 我喝什么 你喝了 那你喝了 哎 我喝了 我喝了 先喝了 担心啊 能不担心吗 九宫啊 你到底是咋逃出来了呀 星大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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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心思着 咱们挑的个好日子 把你跟你师哥的喜事给办了 那你看看这行不行啊 行 师傅 我听你了 好孩子 我就喜欢你这个爽快劲 师姐 不好了 不好了 大师哥 你别哭了 你快跟我走 你快 你快跟我去 干啥事 干啥呀你 你先别问 一会儿看了 你准气的要死 傻 想把我骑 师姐 你看 你看 看见了吗 真想你看见了吗 麻了 麻了 师哥的会儿叫人勾走了 勾走了 师姐 师姐 想把你爹身轻轻败 你会儿 你也要不认识 我 父亲 我 你才能 你 让你的猪在旧权之下得以安息 是 少爷 我知道你身手不凡 但是你看看周围我这局势敢枪 只要你敢动一动 我保证把你打成筛子 只要你跟我们合作 把你手里那个东西交给我 我保证你的安全 你们也要啊 不是给日本人 给日本人 给他干什么呀 这少帅给我们的命令 让我们找到马先生拿到地质图 那现在马先生死了 地质图在你手上 所以你把它交给我 我好交给少帅才 真的交给少帅 那 那还只能撒谎吗这 如果我要撒谎的话 那就让老天批了我 好 参谋长 你这么说的话 能答应我一个要求吗 马先生临终时的一言 要我保护好这张地质图 亲手交给少帅 既然你也是想交给少帅 才咱们这样 我跟你走 咱们两个一起 护送他到凤天 一起交给少帅怎么样 好吧 就听你的 走吧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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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rte 天天 把东西藏好 莫菲啊 你说我们该怎么办 陈柱琪 往前扛 站住 要不站住 我就会下令开枪了 让开枪了 让开枪了 年轻人 我很佩服你的勇敢和忠诚 你长得这么年轻 这么英俊 我不想杀你 你把东西给我们扔过来 我可以放你一条生路 这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 我不会把它交给你们日本人 你太傻了 你的武功再高 你逃得出去吗 只要我们打死你 照样可以拿到地质图 我只是看你太年轻了 不忍心下手 可是年轻人 我的忍耐也是有限的 这样我数三个数 三个数之内 你把东西扔给我 你马上就可以走 要不然 就不要怪我不客气了 一 二 三 开枪啊 打我 让你们永远也拿不到地质图 来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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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怎么回事 这是烧纸 给你们日本人的 真的图纸被马先生拿走了 你们杀了他 门动手 留下他 杀了他 我说留下他 我说留下他 年轻人 我们日本人 是心怀慈悲的 你杀了我 我那么多人 我还可以留你一条命 你应该知道 怎么样来感激我 你少说废话 要杀就杀 你不杀我 我也不会感激你 你杀了他 杀了他 撤 开枫 老板 我不明白 为什么不能杀 童飞 说你糊涂 你还不承认 童飞是什么人 我就是黑心雕的儿子 黑心雕的儿子 能杀吗 我们杀了他 黑心雕 就会跟我们作对 我们现在需要的 不是人命 是低制度 我们还需要 黑心雕的帮助 我明白了 传我的令 没有我的允许 任何人都不许 伤害蓬飞 嗨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